年快到了 中法官衛生協來占對年在應徑的打火 新的東西跟種菜來進行挑戰 總共挑95件的商品 只有4件是無合格 跟去年有兩聲的違規率畢起來是大大的抗家 食品違規的部分的主要 也會檢出這個漂白的二氧化瘤潮流為主 另外呢 它也檢出這個高級有農業潮流的情形 衛生協領館占對年在應徑的食品進行挑戰 這位隆重挑戰95件 只有4件無合格 主要也是檢出超量的二氧化瘤 在二氧化瘤的部分 其實在一般的這個乾貨食品 其實都可以使用 只是說它有不同的一個殘留的量 那當然二氧化瘤如果你超量超過的話 對一些體質比較敏感的消費者 它可能會引發一些不適的症狀 那在農藥的部分的話 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合法農藥 只是說它使用在不該使用的這個產品上面 或者是有超量的情形這樣 官府小博官也說 民眾在在採賣二氧化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三品的漂濕 若是三種的二氧化 入這裡也要在現場 提供三品的相關漂濕信息 譬如說糖果的包裝 那一類的我們會要求 業者要把這個 除了外包裝 它可能打開看不到 那裡面的那個小糖果 我們要求它在販售這個格子裡面 也要有標示相關的這個 比如熱量 產地等等這些標示 那消費者在選購的時候 當然要注意 譬如說生鮮食品 不要太鮮豔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如果有消費爭議的話 我們歡迎消費者隨時打電話 打1950 那我們會做迅速有效的處理 為選舉強調 每一次的客人大會 有幾月的保護 都是以減出票白費為主 政策是減出豐富製 好有消費者 大會 如果是食水行過減裂 有過的味道就不會買 大轉新聞長 西梁中華 彩虹博德